在中国,我们可以轻松击败了所有球队,但日本球队的速度很快,打得很努力,对此我感到特别惊讶,我在中国是矮个子球员,所以我想了解他们的技术,速度,传球速度等,我学到了很多,谢谢这次比赛给我这个宝贵的机会,让我能够了解新的篮球,这是宏远青天后卫杨逸参加完日本U18邀请赛后写在社交媒体上的话。 在最终的排位赛中,宏远以81比58击败琉球青天队拿下赛事的第五名,冠军则由德国法兰克福青天队摘得,他们不仅在决赛中以79比57轻松战胜翻盘过宏远U18的北海盗,甚至这帮还在打得饼的小伙子一路赢下来场军胜对手25分以上,连个像样的抵抗都没有。 有点滑稽的是,在去年包括大岛在内的很多人都认为,这次德国青天队才是宏远U18真正的对手,结果咱连真正与对方交手的资格都没有。 同样是,面对本子小哥的外线逼抢和疯狂投射,这次德国法兰克福青天队却显得游刃有余,他们与中国最大的区别便是,可以将任何一个错位的优势无限放大,他们懂得会利用自己身高去压制对手,很少一味的蛮干, 更不会总想的一棍子将人打死,而是耐心从容的导致最恰当的机会从而打出自己最擅长的节奏。 其实这一法兰克福青年队在欧洲也算不上什么强队,跟赵伦伦类似,这些小球员都是先打德国青少年联赛,发挥出色的,会在17、8岁的年级进入德柄,这种半职业联赛的球队打替补,去逐步适应成人赛制。 这只法兰克福能进入德柄看饮水机的也就五六个,能入选德国国造青年队的也就这么一两个, 单拉出来的水平与潜力比咱赵伦还差得很远,可这只球队拿到亚洲,那就实属降维打击了。 有人说宏远这次优势把没打好是因为缺了大半个主力阵容,但在大岛看来我们缺的不光是天仙发,而是先进的篮球理念。 机场就看下来我们最擅长的永远是推转换顶着干,一旦一攻不成,进攻开始变得急躁而简单。 内线无论是挡差还是篮板都极其薄弱,更别提低位单打和打进打出的侧应传导球, 外线只要落入身体后,突破和墙头永远都是一杆子到底,很少会用阳攻突分来盘活全队调动对手。 要知道,这批宏远,青年队的孩子不少都在国青队的大名单中,懂球的都知道, 国家队的水平永远和青年队直接挂钩,道足且长,行则将至,行而不错,未来可期。 其实比赛对孩子而言胜负远不是那么重要,最重要的是找到前前的动力,找到努力的方向。 最后还是希望我们更多的球队,更多的苗子可以走出去,可以将大批欧洲的青训叫做请进来。 中国篮球永远不缺少天赋缺少的,是体系,是扎着,是一颗不那么急功近利的心。